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叙利亚和伊拉克 一旦爆发战争 以色列将难以轻松取胜 中东也将彻底动乱 此时 作为以色列盟友的美国介入战争 只能是陷入比伊拉克战争 阿富汗战争更深的泥潭 这绝不是美国所愿意牺牲的 更关键的是 伊朗背后还站着美国的老对手俄罗斯 面对以色列的战争要求 美国不得不考虑俄罗斯的因素 一旦俄罗斯介入战争 战争规模将难以控制 演化为第三次世界大战也绝非不可能 实际上 以色列要求打击伊朗的声音 给了美国太大的压力 由于犹太人在美国国内势力巨大 特朗普想要赢得中期选举 就不得不讨好他们 而退出伊核协议 犹太支持耶路撒冷 是以色列首都 就是特朗普所能给出的最大筹码了 莫许以色列打击伊朗在叙利亚的军事基地 也是美国对以色列的安抚 但对以色列而言 把伊朗这个中东巨人打趴下的意义实在是太大了 打垮伊朗将使以色列犹太人获得真正的太平安全 同时 这也将震慑其他仇视以色列的中东国家 而这都离不开美国的支持 目前 美国的国家利益正在阻止以色列 利润地坏